接下来我们要画第一张图 因为多多少少还是要做视觉化分析 所以呢 在进口里面 进口里面 你可以画的图 各位这都是类别 这都是类别 都是文字类别 好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数字的民国年 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请问民国年是文字还是数字类型 它是文字 请问学号 学号 各位知道学号是什么 公号 公号 各位知道公号 员工编号 公务人员的 公职的编号 对不对 身份证号码 健保卡号码 全部都是文字 可以吗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数字来去在里面 主要是因为方便而去做区分 可以吗 听着懂我的意思 因为你要不重复的一个编号 不重复的一个编号 最简单的不重复 你用A B C 可能很多人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区分 所以我们就用数字 但是实际上它都是文字类型 可以吗 民国年 民国月 民国日 或者是什么年月日 通通都是文字类型 一定要知道这是最最基本的一个观念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都是叫我要如何从数字改成文字 你们会不会做 刚刚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就是把那个左上角那一二三改成A B C 对不对 这就是在做资料清理 可以吗 我会一直在教资料清理 因为我教到这一栏 我再讲资料清理 好 那基本上 这个 刚刚的进口日期 进口日期 还有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进口值 进口值在哪里 等一下我看一下 好像没有进口值 这些都是值 可以吗 现在我只能这样讲 现在还完全不能做这件事 连算都不能算 听得懂吗 因为它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转制 转制 好 要转制完毕之后才能做 那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可是至少 至少 我们现在可以来去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的日期 进口日期 进口日期 那 看进口日期 可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做 所以这也蛮可惜的 好 我们来做 总计好了 有看到总计吗 对不对 总计 这个 你会发现 当我们要去计算 计算 进口日期 总计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的总计是文字 有看到吗 总计它不是数字 它是文字 那就不对了 所以是不是要做资料清理 请问总计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数字 那为什么它会变成文字 为什么它会变成文字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 数字比较容易被保留 还是文字比较容易被保留 你在很多系统之间转化 也许最早是SQL Server 后来会转到变成一个你要换在网路上 可能变成一个CSV的档案 对不对 用什么产生CSV 不晓得 这边还是那个SQL Server 那如果你现在这个栏位 它注记是数字 万一里面它有一个A 它就不会被保留下来的 如果这一个栏位被注记是文字 那里面的如果是数字 它照样会被保留下来 所以文字资料的被 全部的保留下来的机会是最高的 大家听得懂这个观念 可是我们因为要计算 文字是不能计算 A加C等于多少 不知道 对不对 好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对不起 那刚刚 刚刚你先不要急着做常用底下的关闭订靠用 你先做一件事 请把总计 找到总计 在最左边 进口统计期 国家地区 这个总计 请把这个ABC改成 改成 整数 虽然 请问我们的计算的单位是什么 我没有告诉你 可是 基本上应该可以用整数了 整数可以吗 就是 请把这个总计改成整数 好了 那 我主要就是要跟你讲 这件事 这就是很标准的资料清理 我先回来 中文字幕 请不吝点资料清理 转 转 转